满只古梦静落了月光 灯盘魂是蹄皮花海棠 如风吹散每晚吹不散时狂 再一步变成全白手无恙 吹都熙熙无常 你仍在身旁 而旧事故隐已走出光望 如是只捧起风窗 换作比酒香 红尘都人为甘相关 谁都人真沧桑 你不曾离场 而昨日被换一别就苍茫 如是只捧起流光 无非尽此情长 万百孤梦能够回望 咋样了 这哪儿来的 古刹捉妖 方丈送的 拿捉妖的礼物送给妖 这事你干得挺别致啊 好看 好看给我来杯妖不醉 怎么回事 哈哈哈哈哈哈 古语 你是天灵性 所以用其理嫌弃意义 就做什么 你不知道吗 你记得这类似妖坠的功力 记得你也能动了 成最邪妄可知 我等于善良心 你一定等太久了 来者不善 我等于宗符不灵了 你看 那儿好像有个人 手废话跟进我 威士忌不加冰 先来杯水吧 谢谢 要是身体不舒服 可不适合喝酒啊 这毛病 应该是好不了了 你信吗 他们以前管我家外科第一刀 现在 连个杯子都拿不稳 更别替他手术刀了 我就是个废物 我也有毛病医不好 你信吗 他们以前管我叫见酒第一人 但现在 别说见酒了 我连基本的味觉都没有 我也是个废物 有意思 你们怎么还 惺惺相吸起来了 还不过说实话 如果你的工作 需要用到手术刀 真的不建议喝太多酒 小酒移情吧 好不好 就这么点啊 少即是多啊 酒无非就是个故事的引子和预告啊 正片还在后腾呢 试试看 说得对 酒不再多 好喝就行 来 敬废物 敬废物 奇怪 这个地方 我好像来过 这是哪里 追着雾气不知不觉到这儿来了 奇怪 这个地方 我好像来过 来干嘛 来捉妖 还是看美女啊 两年前 我捉妖的时候路过 这里丛林茂密 野兽常常出没 附近的村民多有伤惨 过得很苦 走 去看看 这就是苦啊 你是不是对苦有什么误解 刚做出来的点心要不要过来看一下 二位客官要点什么呀 这都是刚做出来的点心哪 是他吗 这人不是隐君 大叔 大叔你听我说 大叔 放开我 你个废物 就这点本事当什么大夫啊 你除了会包扎之前 还会干什么呀 大叔 你这被咬伤的手如果不这么处理的话 会长父母去殃及性命呢 大叔 少乱说 你还不如直接把我的命要了呢 我现在就一直吵了 我怎么要家糊口啊 简直就是个废物 开那么大个医官 还不如回家种地呢 除了包扎之前 你还会干什么呀 没事吧 别当大夫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小夫妻是不是想吃糖了 爹给你买 这就伤心了 这人两天前我见过 他缺了一只手啊 怎么可能又长回来 变性 变性 怎么可能 你肯定认错 他脸上胎记特殊 我绝不会认错 那个屋里的东西 跟这个村子到底有什么关系 肯定有无关 去探一探 来来来 随便看啊 你们乌山村真的名不虚传 什么都有 我都不想走了 是挺不错的 不过你啊 要是早个两年来 看到的可就是另一副样子了 日子过得可苦了 怎么可能 两年的变化怎么可能这么大 真的 因为我们这儿啊 出了个神医 周围的人都来找他看病 这不人来的越多 生意就越好 日子就好过了呗 神医 什么神医这么神啊 陆神医啊 他无所不能 无所不能 那么 断肢可否接上 接上算什么本事 陆神医 能给你长出条新的出来 看不出来吧 孩子他爹这条腿啊 之前上山打猎的时候 被狼给咬断了 多亏了神医 你看看来 简直跟原来的一模一样 我说大嫂啊 这不会是开玩笑吧 开玩笑 怎么会呢 大嫂一看就是实乘人 其实我们两个 就是知道这里有神医 特地来看病的 你们也是来这儿看病的 对 看你脸色苍白 是差点意思 我脸色怎么了 很白吗 白 比我死了三天都白 我还以为你们来这儿 做生意的呢 就他这样还做生意 他就是个捉妖师 除了捉妖师啥也不会 啥也干不了 捉妖师 他爹 我还在肚里折腾得厉害 赶快去看看 走 你看 我这刚才提你是捉妖师 撒腿就跑了 事出有妖 心里有鬼 看来这不是话 真的是捉妖师 错不了 好 他们亲口说的 我和娃娃爹都听见了 对 这捉妖师到咱们这儿干什么 就是啊 这不太好吧村长 这怎么办村长 万一看见不该看见的毒血 出去乱说 会影响镇上的生意的 就是啊 咱们这儿生活 好不容易有了起色 可不能再仇悟回去啊 我可不想生个娃出来 跟着大人受苦 既然这样 念人 小二 来一斤牛肉 二两花生 入宿 客满了 没房了 你们去别家看看吧 跑吗 大娘 客栈都满了 不知可否借宿一宿啊 男人不在家实在不方便 你们去别说看看吧 客房全满了 民不留宿 某人的人缘有点差啊 我觉得 别贫了 走了 真走了 这酒不错 现在感觉 好些了吧 说实话 当初看你进来的时候 如果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 犯了什么命案 我 确实犯了命案 我 我 我 死在我手上了 吓我一跳 我哥也是一生 跟我在同一家医院 出事那天 我哥本来挑胸 是我临时有事 他才替我顶得慢 他才替我顶得慢 结果 结果那天有人打起来 别人为公躲不及 他倒好 第一个中场去拦 我实在是 他却能够肯定的 他也得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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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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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出刀都拿不完 我还配到什么医生 来 进飞我 你是个好医生 这酒 我不喝了 看嘛 关键时候还得看你爹我 说吧儿子 想去哪儿 去给你看病 我这身板一看就没毛病了 说生病也没人信 倒是你啊 液体还是尿肠 选一个 你干嘛 爹 爹 爹 你药头的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大叔 大叔 我 我带我爹来看病 听说你们村有个神医 他在哪儿啊 这孩子真孝顺 来 我指给你看啊 看到没有 那个就是陆神医的医馆 带你爹去吧 好 谢谢大叔 你是神医吗 我爹他病了 他就是神医 放开我 你这个废话 哪里不舒服 我 腰不太舒服 对对对 我爹经常腰疼 你说他疼吧 他也好像是酸 你说他酸吧 他又有点疼 轻取不硬 脉沉细术 你这腰痛 应是肾气亏虚所致 肾灰 肾气乃先天之本 你虽然年轻 但是也要注意身体 什么注意身体 你是哪门的神医啊 哎 哥哥真神 说得真准 我去给你们抓服药 哥哥 大家都说你是神医 那你能起死回生吗 我想我娘了 虽医者人心 但医不是仙 哥哥可以就此负伤 但却不能起死回生 至于这神医虚名 无非是尊重父老 没有赞罢了 谢谢 我发现你真的实力坑爹啊 我实力不错吧 你以为我夸你啊 帝皇 山参 当归 都是普通药材 也没有妖气 人哪是没什么问题 我以前见过他 就是个普通大夫 不过这村子 确实有点不对劲 村民可以断肢再生 肯定有毛腻 你说 他们会不会是借着 陆神医当幌子 其实 是有不能说有人的秘密 说起来 那个卖点心的 就住在这附近 等天黑了 去看看 去看看 来 我看看 我看看 这么看 你还挺正常的 这是怎么回事 不想 得去医关 神医 陆神医 求您再给我点药吧 是不是又发作了 是 我刚才 竟然差点又伤了我孩子 怎么发作的间隔越来越短了 来 这个你拿着 发作这么频繁 经验还是要留意一些 自己别伤了孩子 谢谢陆神医 没有药了 看来今晚 无论如何也得去一趟 难道 让断枝再生的 就是那个东西 跟着他 看看他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又是真无 又失灵了 小语 不怕 有娘在了 大人 动手吧 我不想 出品看到我最后的样子 主要是大人 请你杀了我吧 你若是硬要插手 那我们就来个鱼死网铺 你到底是谁 出来 别急啊 我们很快就会见 哥 没有药了 这段时间消耗特别大 他们发作的频率越来越频繁 这药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你在质疑我的医术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 你是没看到 他们发作的样子 真的很吓人 像妖物 不正常 给他们完整的身体 让他们能养家 这个 不就是他们追求的正常吗 可我担心 我担心这药会让他们变成 家草仙 只要吃着我的药 保止就没事 只要我路身意在 别说是断手断脚 就算是到了阴曹地府 我也一样给它捞回来 实话告诉你们 他们身上的一些反应 都是正常的 等他们再吃一段时间 我这个药 他们就会完全习惯 到那时 我会让他们焕发新生 别说是断脂了 就算是死而复生 也没问题 哥 我先回去了 快走快走 我还要忙着治药 等等 神药也得省着点油 即便是我路身意 一个月 也只能治一匹 这到底是什么 我从来没有见过 可以控制物际的妖怪 他知道我太多秘密 我得尝一尝 出现了 他是正常的 突然是他 是住的 你只是这么厚 我都看到 Command 开阏 谁去 离止 如果把手垃國 她都��急 这东西一无药性 二无妖气 那你说 它是什么 假设它不是个药 而是某种东西的卵 所以说村民 就是吃了某种精怪的卵 如果我说这东西是卵 那就说得通了 卵孵化之后 跟人体结合 才会长出新的肢体 它究竟是什么东西的卵 这东西的目的又是什么 若说真是精怪的卵 又无半分妖气 不合理啊 等一下不对 似乎吃了这个之后 村民又抑制住了妖气 搞不懂 你疯了 你担心什么呀 既然猜不出来 我有炼丹护体 百毒不侵 不妨一试 你既然说了百毒不侵 你能吃出个寂寞来 再说了你又不缺啥 万一一会儿长出个什么 奇奇怪怪的东西来 恶心死了 喂 你 安了 我自己也是妖 再说了 要是能长出个什么东西来 也许我这龙脚 还能长出来 别贫嘴了 那个卖点心的人 你也不是没看到 他那个手 你这担心 纯属多余 我是谁 全身 具天地灵气之真龙 你拿个凡夫俗子 跟我比 怎么了 没事 下一下你看看你的反应 看在你这么关心我的份上 给你喝个新鲜的 闻闻看 绝对不输妖不醉 新酿的酒 喂 有点东西啊小尼秋 什么名堂 妖不行 妖不行 那不是你该喝的酒吗 难怪每天偷偷摸摸躲起来喝 唉 喝了我酒还埋怠我 好 不跟你开玩笑了 说真的 那个神医你怎么看 横看成岭侧成风 我怎么看他都是个普通郎主 要我说 问题出在那些要 他到底去了哪儿见了谁 他得到了什么 不说了 走吧 哎 去哪儿 去正面 公子 要回回他 不会吧 不这还没到日子嘛 我去找陆事迷 去 太这么快 universo 赶紧去习族妹 保命无事 弟弟弟弟弟 救救救救救我的孩子 我来震度她 去把大夫带过来 陆山医 救救我们 救救我们 这是怎么了 你干什么 这是显灵符 能让你看到三界之物 愣着干吗 给药啊 大爹 你刚才太吓人了 来 我看看 我们若是晚来一步 你哭都来不及 还是让你们给看见 太儿无恙 放心 谢谢两位 桌药师大人 我可不是桌药 算了 怎么回事 难道你药这么厉害 你吃了多少这笔药 那你记不记得 第一次吃这个药的时候 你夫人怀孕了吗 去 去年吧 当时刚治好腿 然后她就怀孕了 那么这个村子里 像她这种情况 怀孕的妇人 多不妥 好像就我一个 怎么了吗 随口问问 我们走吧 情况不妙啊 那段黑色的气是什么 怪吓人的 妖气 且这妖气 是由你发出来的 我 让你再打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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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即便是告诉我了我也不会懂 在治病受到打击 独自住进山洞以后 他整个人性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全心研究药物 什么也不关心 我在想 你方才说不起雾的话 就到不了你哥住的那个山洞 这是有蹊跷啊 我认为你哥的反常 跟那个雾脱不了关系 是这样啊 不过 村外山里经常起雾 所以我也没有上心 那在雾中 你有发现什么怪事吗 奇怪的是 没有 我一般都是夜里才去 什么都看不到 对了 那雾里有一股药味特别明显 我一般都是顺着味道才能找到 药味 对 你看 现在外面没有雾 没有雾 就没有药的味道 所以我就会在山里没路 这东西 没有一丝药啊 你不觉得奇怪 可能 这就是神药吧 还真会给自己洗脑 如果说这里面不是药物 而是某种妖怪的卵了 妖怪的卵 这 这绝不可能 你想啊 若不是活物 怎么能让一个缺手缺脚的人 长出活体呢 我 你确定那人还是你哥 不是妖怪 他当然是我哥 你们想想 他一心想着治病救人 这世上哪有救人的妖啊 你说这话 我可就不爱听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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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那妇人腹中的胎儿 还是不是人 那东西 一定在他丈夫体内 孵化 还融合 他肚子的妖气你也看到了 现在 你还觉得他真的是在治病救人吗 急了 走 走 小林秋 小林秋 我这是怎么了 醒了 你是谁 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就是你呀 你是什么东西 怎么 怕了 我不是你朝思暮想的吗 长出龙脚的感觉多好 多完美 我是来成全你的 乱吃一气 差点入魔 没想到 在我身上反应都这么大 对了 我在幻境中 好像还见到了一个 号称是我的丑八怪 还跟我大谈完吗 走吧 趁有误 去会会他说的那个哥哥 他居然用炼丹救我 他居然用炼丹救我 那你还急急忙忙 把炼丹又还给我 反正迟早都是我的 小爷我大多 再饶你几日 照你这么说 我还得感谢你啊 小事一桩 合足挂齿 你这是 我哥从来不让我白天找他 必须闭上眼睛 闻着药尔 我才更容易找到路 大哥 你怎么躺地上了 这是 大惊小怪什么 我不是说了不让你白天来找我吗 为何不听我的 还带生人来了呀 出去 我路神医只治药 不问朕 路神医是吧 我要找的就是你 你那药 差点没帮我送走 你弟付不了泽 你说 这事怎么算 你说什么 我 我的药什么病都可以治 你 你凭什么质疑我 走 你们快出去 我可是吃药了 别耽误我治病救人 你还没告诉我怎么黑场 我怎么能走呢 出去 出去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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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我哥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你把我哥怎么样了 大人 救命救救我哥 救救你 救救你 这是妖怪 不是我哥 妖怪 你把我哥还给我 瞎嚷嚷嚷什么 吵死了 我怎么不是你哥呀 想我路神医 为了治病救人 我不惜把自己化作药业 到头来 你居然不 我是什么东西 你的尾巴呢 你怎么知道我有尾巴 地上有褪皮 另外 我有个大胆的推测 你刚才 偶出来的东西 就是那神药吧 大哥 你这猜测太恶心了吧 你考虑一下吃过的人的感受 有天分 我喜欢你 比我那个笨弟弟 可强太多了 那这样 我破例说你为徒 你跟着我治药 你知道 我为什么不杀你吗 因为即便你已经妖慌 你还心怀着一颗 救死扶伤的真心 几股木 地龙 几血藤 神经草 蟹角 鹿角 还有什么能让断枝长出来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谁 你是谁 还有壁虎吗 断枝再生的药 怎么能少得掉壁虎 幽虎 接着 是 你只能获得他的能力 每个月我都会自动脱落去 到底是 你不自然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 你只能救死者 让人吃死一生 你说 我已经死妖怪了 执念难消负极寻 极寻这类的精怪 是由执念而生 怨念而起 通常会化成各种动物 或是蛇 或是蜥 你吃下的那东西 就是鸡讯 你被雾里那只妖蛊惑 吃下了不该吃的妖蛊 自人心起 终究害人害己 大夫又不是神仙 给自己身上背负那么大的责任干什么 看病无贵贱 头头脑热能治好 也是功德无量 何必执念语 断之再生 其死回生呢 放下吧 你放下了 继续也就放下了 是我算迟了吗 难道只有坦然失去 才能真正留意 可敬可叹可怜人 陆神医 请受我一拜 陆神医 你们 你们 老陆神医 红尘都也没该相望 陆神医 陆神医 当个好大夫 尽力就好 哥 哥 哥 你飞去短冲 别客了 陆大夫 我这刚呀 这孩子快要生了 想请你给这孩子取个名字 大 大哥的腿 多亏了你 孩子他爹的命才能保住 你放心 他虽然觉 但到问诊复查的时候 也能带我去的 不用时时惦记着 孩子的名字 你要记着想啊 不明白吗 你哥带来的变化 随着他的消散 已经被抹去了 村里的人 已经忘了 有神药的存在 可是 村里并没有什么变化 没有变回去啊 那是因为 你的医术 确实高潮 而且你现在 已经是远近文明的路神医了 你带来的改变 是不会消失的 你别得意啊 你的医术也不是那么好 至少 在我这儿就不过班啊 说真的 我有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 哎 刚才 是你们俩谁说的来着 只有坦然失去 才能真正疗愈 只有坦然失去 才能真正疗愈 马前 下次再来啊 不搭配我了 不送了啊 哎 我衣服下面压了个什么 喂 这什么 好像是陈皮 医生工作时间长 估计是揣在兜里提神用的 不是什么贵重东西 就当是他送的礼物了 有缘人 欢迎光临妖怪酒馆 问那扇门 对该是重逢 当人间已飞雪万种 若非你几回梦似旧容 只求凌落与幽楼 混那摊旧 陪你装一重 迎下变动往某个时空 是凡春或凌鱼 皆相动 有几从前时间风 多少千尘寂寞 等我惊喜摘风 这一次 可想起了初衷 为何真是 有时迷回忆 有时迷回忆 更像梦成一幕 并且踏步过我 曾有你 共可万满世众 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会不得了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会不得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